嗨大家好,我是肥波 今天又給各位帶來的是 士林捷運商圈 一日美斯基圖四選 分別是河面亭、日向陽食 以及光輝肉根 最後是寶屋壽洗燒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首先第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他士林在地的排隊拉麵名店之一 他就是會在一均2號出口旁邊的河面亭 那我點的就是他們家每日限量 只有15碗的河克山濃口醬的拉麵 全台灣有賣這種口味的拉麵店 估計不會超過三間 我個人也是沒有吃過 雖然說講實在的,顏值不會說特別高 不過聞起來那種醬香確實是很不一樣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就來感受一下他蒼湯的魅力 這湯頭路口我只能說確實是從來沒有體驗過 我覺得是一種很陌生的河山維天 同時呢,瑋瑜又帶上香辣乾配上裡面的洋蔥丁 攪碎以後呢,就又會再補上一點辛香層次 好的,那我們再來就試一下麵題 不過說實在,他的湯頭風味個人真的還蠻喜歡的 主要是有一種很新鮮的感覺 整體只有一個軟Q感的細麵 同時你感受得出來,他不是八盆 而是很吸湯 那種微微的麵香 充分的吸收他微甜配點微辣的湯頭基底 我們來一口叉燒配麵 吃起來呢,就是四個字 家常叉燒 在他瘦肉加持的口感之外,又會補上他上前油脂的軟Q 那當然,糖心蛋也是要來上一口 最後呢,就以他的海苔泡湯收尾 好的,各位,總結言呢,河麵題音 充分可以做出海果顏值前幾譜的一碗拉麵 不過說真的,湯頭的部分個人是相當喜歡 絕對是你在台灣大部分其他地方都吃不到的一個口味 有機會可以來嘗試一下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針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接著下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會在士林夜市附近 開在巷弄內的日上洋食 整體的裝潢那是相當有view啊 走一個復古風路線 那我點的呢,就是一份奶油雞肉咖哩 除了去骨的腿肉以外,還有再搭配上烤吐司 整體走一個高顏值路線 不過好不好吃,讓我幫各位冷靜客觀的感受一下 然後呢,我還要再加點了一份炸豬排 印象中我點的是味噌豬排三名字 不過也沒有關係,估計會是我們配咖哩的優質選擇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吃 我們首先呢,燃肉從他的咖哩起手 上面呢,還有再點綴一點,應該是杏仁片,還有香菜 對我來說呢,就是一個味道相對科技一點的印度咖哩醬的底蘊 感覺又多了一點這種試吃咖哩的微甜元素 不過配上軟嫩的肉塊,那還是蠻爽的 我覺得有點像那種日印咖哩的混合機 那感覺都加了那麼一點 我們幫他的烤吐司淋上咖哩醬吃一下 這個酒呢,絕對是爽的吧 配上表層,烤了脆脆的吐司,口感上就變得很豐富哦 同時呢,在豐富的咖哩香之外 又會在補上烤出來一點微微的焦香層次 好的,那我們再來就吃下的雜豬排 本來是從他的味噌豬排三名字而來的 感受一下 相比我今天一起期間,自製的雜豬排 果然專業人士的做出來確實是不太一樣 整理肉質不會說過於紮實 同時呢,補上他外皮重,帶有脆片感的酥脆度 以及表示非常關鍵的雜豬排醬 估計會是我們咖哩醬的優質夥伴 好的,各位,總結而言呢,日響糧食 如果你是像我這種鋼鐵之男 想要感受一下咖哩衝擊的話 個人覺得是還好還OK啦 不過整理的氛圍那確實是相當有feel 來到士林有機會可以嘗試一下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車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士林在地的優質效益選擇 他就是會在華融市場這邊的光輝肉羹 在地開了有40年的OG老店 一層想來嘗試一下 那我頂的呢,就是最經典的組合 肉羹湯配上小魯 整體走一個不規則路線 細碎肥肉丁的感覺 然後肉羹的部分呢還蠻特別的 好,你們還有加入白菜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 那我們首先呢,擔任從他的肉羹行洗手 屬於這種真材的食料吃肉羹路線 讓我收一下 一口下去,我只能說裡面有加白菜 那實在是相當關鍵 可以在我們這種熟悉的蒜香為點以外 補上非常突出的清甜感 然後肉羹本身呢,老實講蠻意外的 調味比我預期中的還要再淡一點 不會有太多那種醃漬的五香風味 比較偏一個清爽口味的 配上白菜一起吃 就可以在YQ那價值的肉跟口感之外 補上一點脆脆的層次 可能需要幫他注入一點烏醋提個味 整體的鹽呢,我覺得就是一碗風味相對清爽 然後口感的相當到位的肉羹湯啦 好的,那我們再來呢,就排一下它的滷肉飯 一口下去我的感覺啦 絕對不是一碗路人的滷肉飯 不是屬於那種滷香極度濃厚 或者是油香特別濃郁的 就是很有它自己的特色 能夠理解為什麼它生意這麼好 在我形容它的這種感覺 其實跟西門那邊的天天力差不多 不用太蝦趴的外型 也不用太肥的滷汁 就是靠一個不一樣的滷香風味來征服你 好的各位,總結而言,光肥肉羹 絕對是你各位來到士林夜市這邊 想要感受一下專業傳統小吃的優質選擇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轉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最後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士林在地 開了10年的熱療老店 它就是會在街運站旁邊的寶屋 各種燒肉定食還有鍋物通胞 那我體的就是在場優化最豐富的 美鍋牛小排壽喜燒 很久沒有來感受一下這種滋潤的蛋液 包裹粉丹肉片的優質組合了 必須要來給它好好的重溫一波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吃 那我們首先要來一個原味路線的 我個人真的是好久好久沒有拍壽喜燒了 藥潤鍋物的種類 個人真的是最愛壽喜燒這種路線 不用太多花燒的妝點 就是一個很直球的醬香甜味 那當然還有我們這碗靈魂的蛋液 可以在牛小排本身的軟嫩感之外 補上非常突出的滋潤質地 我們再來就搭配上七味粉來感受一下 壽喜燒肉片配分那真的就是無敵啦 而且因為我們是充分地錄上它的蛋液 就可以在米飯本身的顆粒微Q 補上非常療韻的滋潤感 但也充分地包括你肉片的畫面 那是相當精美啊 清蒸鍋絕對是壽喜燒裡面 個人覺得不可或缺的元素了 可以在肉片的軟嫩感之外 補上一點脆Q脆Q的質地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 士林捷運商圈 一日美西圖四旋 整體這樣拍下來 除了我們第二屆的日向洋食 相對還OK以外 其他我覺得都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你一個未來到士林夜市這邊逛一逛的時候 充分可以參考一下 好的,那又這樣啦 我也會把所有的詳細資訊 留在影片下方的收錄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